今天有粉的找我打一个白竹的荷包 白竹 这个角色我没打过荷包呀 他不是奶妈吗 武器的话只有一把金武的流浪乐章能用 但是也行 如果用流浪乐章的话 你要触发被动需要你用两个角色 68-165 命座方面的话 9级的普攻 但是我看到了是六命的白竹啊 然后我细心的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六命白竹 他不加伤害啊 也就四命 开大招能加80点精通 除此之外 名座没有啥提升 对于荷包没有提升 但是对于其他方面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号主其他的角色 基本上也就二命草神 其他什么弗尼娜都是零命的 六命的白竹 那号主说尽可能的打一个 普攻的话也是直接升到了10级 哪怕如此也才281的倍率啊 既然要打瞎落讨伐 拥有的闲运的加持下估计伤害会高一些 面板235的爆伤 这是已经能堆的最高的爆伤了 证明圣仪物确实有点差 咱们小萌新的话还是要多刷一些圣仪物的呀 带的是流浪远章金武 带这把武器你打三次估计三次伤害都不一样 因为三种不同的被动 行 接下来去找一下下落讨伐的boss 如果你自己号里面刷不到 你就去别人的世界也能刷到 受到下落攻击 伤害大幅度提升 更容易受到暴击伤害 这个就非常不错 运气也可以 看一下我们的配置啊 号主的二命草神 一会给他一把讨龙鹰接弹就可以了 然后是进来的辅助 2加5的咸云 这已经是能找到的顶配了 西米大佬 当然还有一个是70级以上的丽莎 但是我们爱舅舅的丽莎 是90级的 零命即可 丽莎15减防 二命草神35减防 然后二命草神提供250的精通加成 再提供48攻击力的讨龙加成 白竹还能吃到流浪月章的被动 性价比直接拉满 行 尽可能打一下吧 245的爆伤 这已经是能拉得最高的爆伤了 那么万事俱备 接下来 六命白竹核爆 好好好 75万一票 行行行 白大夫 您这是不当医生了吗 75万一个奶爸的话 这个商业真的很离谱了 谢谢大家